前几期教大家衣柜怎么做高级 做得好看了 衣服装不下肯定也不行 今天教大家柜子内部怎么设计 能更好的收纳 内外兼修的柜子才是好柜子 两分钟说我给柜子内部设计的关键点 点赞收藏了 第一 衣柜内应该挂一区多还是叠放区多 其实叠放区是最省空间的收纳方式 但是还是要根据每个人的生活习惯 如果有很好的收纳习惯 可以多做一些叠放区 但是如果平常也没那么多时间 最省事就是挂一区多一些 比例设计在6比4或者7比3更合适 第二 抽屉 有人说好用 有人说占地坊没啥用 其实抽屉主要功能是放一些袜子 内衣 皮带 这种小件 可以根据衣柜结构做一到两个 但是不能多 如果前期买柜子没有做 也不用担心 买这样的收纳抽屉 一样能解决问题 第三 叠放区层板的高度 因为现在很多定制店按通用面计价 所以会把叠放区层板留得很高 因为多个层板就会多一些成本 这样就会出现放着衣服 关系扭拔 不好找也不好拿 比较合理的高度是30多一点 你去买收纳盒 最常见的尺寸是30厘米 可以正好放进去一个盒子 第四 巧妙利用收纳标签 一家的这种小盒子还有印象吗 感觉很好用 想搬到自己家 但是跟自己家尺寸有点不合适 想严丝合缝 先根据需要确定要买的盒子 然后根据盒子尺寸去设计柜子 最后分别打好标签 你的完美衣柜就出现了 第五 家政柜 别还只是做个鞋柜就柜 考虑位置做个家政柜 吸尘器 行李箱 卫生纸 和一些平常用的工具 小东西 都有地方放 好了 如果感觉我的分享对你有用 我点个赞吧 请不吝点赞